大家好,今天是3月24日,星期五 股市连升三天 而且指数已经成功回到10天、100天、250天和20天线上 况且距离今个月的低位18829点 是有少少渐渐升的感觉 即是最低限度的市率上已经固定了 后续流不能再推上去 也不知要看成交金、动力够不够 我们先看看昨天的指数 昨天早市先轻轻高开28点至19619点 之后曾经有少少拉脚而低点19523 但买盘逐步增加 结果市数一步一步推上去 最高见过2051点 相对早日指数升了460点 恒指在最后收到2049点 都升了458点 成交金额有少少量例 有1363亿 但仍然不够 因为指数突破2万 下一个目标移动市场一定是50天线 50专算大概是20802点 你没有足够的推动力 其实市上升起来 是不会有太刺烈的感觉的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 因为三月份剩下交易期间 和今天仅仅只有6天 而下个星期三已经是今个月期止 转创高峰日 下个星期四就是今个月期止 结算日 到下个星期五就是 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即是说 今天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 这几天很淡的角力 是会进一步明显的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高厂大户已经正在反击 因为星期二升 星期三升 星期四亦都升 年升三天 很久没见过年升三天的市况 否则大家不要忘记 以指数收在20,049 如何计算呢 第一 已经升了今个月的低位 18,829 是升了 第二 亦都成功收复了十天 一八天 二百五十和二十天 而更重要的就是 指数收在两万点上 当然不知 昨晚美股先升后放缓 最后都是升几十点 或多或少都会令到 降股今天稍微有少少消化 其实都很正常 因为由这个星期日的低位 18,829 一路升到昨天的高位 是二万零五十一点 其实是头美四日 恒指已经升了一千二百二十二点 升势有少少偏急 所以今天 或者有八几点的反复回吐 都不出忌 但我自己觉得 儿童市那方面 下面最高的暂时是二百五十天 大概是一万九千八百五十点 如果指数是有八几点的反复 只要不再触及或跌穿二百五十天 少少整股消化 没有问题 后组仍然是 下跌穿一步向上望 五十天线 大概是二万零八百零二点 不过成交金额 配不配合呢 这就渐渐关键了 一万九 上到一万九千五 可能不需要成交金额 但去到两万点 你再推上到两万一 不可能仍然是低成交 大家要留意一下 对后市有信心 可以留意 瑞银一直扩论 一四八二七 到期日 今年九月二十八 行使价是二万二千三百点 实际公共产是十点九四倍 每手是一万 入场费大概是一千零四十元 股市既然是 咬住两万点的平台 经过日轮急升 少少消化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反正最坏的时间 在期日常年 应该是暂时过去的了 股市上升 当然是主要成份股好 但其中一个应该是港交所 昨天港交所已经轻轻突破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反而恒指距离二百五十 距离五十天线 还有八百点左右的差距 只是港交所的走势稍为偏强 有一只抗轮 是13306 到期是今年的九月四日 行使价是四百二十元两部纸 实际杠杠是八点八四倍 每一手入场是一万 入场费是八百五十元 如果大家对港交所的看法正面 可以留意一下 瑞银这只港交所的抗轮 13306 当然想知道这两只抗轮的交货和条款是如何 大家可以鍵入瑞文網站 看得很清楚